吴秀波的老婆是谁 吴秀波出轨陈丽林 七年的陪伴换来无情的抛弃 在34岁那年吴秀波结了婚有了儿子 他在结束之前如浪子般的游戏人间 尤其在儿子面前吴秀波深知他的责任有多大 毋庸置疑刘备是吴秀波的贵人 激励他减肥再回演艺舞台 去了解吴秀波的妻子是圈外人士 名叫尚杰 当年俩人还是姐弟恋 婚后生活一直幸福美满 妻子为吴秀波生了两个儿子 在中秋节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大家正捧着乐剧在吃吧 可新消息传来吴秀波被爆出轨了 而且还是小三亲自把长文控诉 新年的陪伴换来无情的抛弃 吴秀波本人暂时没有回应 但从被爆出的细节不能发现 吴秀波这一次真的是闹得挺大的 不仅是小三出现了 而且还伤了人家女孩子 知情人的朋友圈传来一位叫木木的演员 公开了公开揭示了吴秀波的渣男本性 不仅仅是发成文 把吴秀波的私底下一面给公开了 而且还把自己与他七年的交往经历 也说了出来 声称吴秀波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自己的付出都没能得到福报 并且这一位叫木木的网友 声称自己是瞒着家人和朋友 跟吴秀波在一起交往了七年 而且是牺牲了自己的梦想和亲情 忍受着吴秀波的坏脾气 有网友提出疑问 跟吴秀波七年这位叫木木的朋友 到底是谁呢 也不能全靠他说就什么都是真的了吧 而在知情人身巴之下 这位女孩子极有可能是微博名叫做 陈丽林木木的小演员 并且在她的微博之中 不难发现早在2011年 就有她和吴秀波的合影了 并且当时她称吴秀波为老师 不难发现 与她上面所说的似乎高度符合 从她微博之中 其实可以看出她对吴秀波十分的着迷 声称短暂的相处受益匪浅 令我更加坚定的向梦想城堡走进 要努力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